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估计作为爸爸妈妈应该都挺担心的 那当然了 因为我听说过 如果小朋友持续发高烧不退的话 随时会烧坏脑的 到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有没有烧坏脑这回事 医学上有没有根据呢 我就不肯定了 不过我听说 就是这个脑膜炎是由发烧开始的 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疑问 不如请出我们今集的嘉宾 疑科专科医生沈赞安医生 是为我们排解疑难 究竟发烧是否真的会烧坏脑呢 立即问一下沈医生 你好 小朋友如果长期发烧不退 是否真的会对他的脑部的发育 会有影响呢 还有真的有没有烧坏脑这一条文章呢 在医学上 我们先说一说 小朋友其实发烧是很常见的 尤其是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呢 其实我们有些统计做过 他们平均一个月病一次 发烧当然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说一个小孩 其实普通的伤风感冒 都可以很高烧的 可以烧到39、40度、41度都见过 但是呢 我们说大部分都是这些普通的病毒感染 就不会烧坏脑的 一般三至五天就会自己痊愈 但是是否真的完全没有烧坏脑呢 当然不是的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 其实有些菌 比如细菌或者病毒 都有机会走进我们的脑部 造成一些破坏 所以在这种情况 就有机会烧坏脑了 这些就是说脑膜炎或者脑炎 但是我妈当时就在那里吓我 说你感冒啊,你发烧不要小看他 旁边的陈思拉 有个小孩感冒菌会进入脑 那你听说,哇,进入脑 我那时候小时候都知道 进入脑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有没有感冒菌会进入脑这个状况呢 香港有很多不同的細菌 都有机会引起脑膜炎 包括肺炎链球菌 脑膜炎伤球菌 月盈流感肆穴汗菌 这些我们都见过 很多时候,比如举个例 肺炎链球菌 那他就有机会在呼吸道那里 就走进入脑部 令到他出现问题 那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些细菌会作恶呢 可能有机会是一些 病毒感染,一些感冒开始 那这些病毒 通常就是我们的伤风感冒 病毒引起 那所以真的有机会 有一个伤风感冒开始 不过,我们都不想 常常吓家长 是的 大部分感冒都没事的 都是会自己康复的 是,但有一些家长 我不知道是语言会很担心的 很高烧,譬如他射一道那些 会烧一下,烧得多会蠢一点的 小孩有些这样的说法 又对不对呢? 那又不是的 我想其实 如果你问我们 比较常见的 就是发烧抽筋 有些小朋友 他高烧的时候 尤其是那些五岁以下 有机会有发一些 不正常的露电波 引起他抽筋 家长有时就不以为 他会烧毁脑 弄到它 令到他将来的发展好 事实上不是的 大部分情况都不会影响到 只有这种菌 病毒又好,细菌又好 进入了脑或脑幕 才有机会影响到脑部发展 我家人比较温和 就不像阿建坦尼妈妈 会吓你 是的 我家人就跟我说 当我发现我儿子发烧的时候 他都会说 小朋友发烧很正常 他是否飙高 飙高就会发烧 你查一下他口是否生牙 生牙都会发烧 没事的,不用担心 是不是飙高和出牙都会发烧 出牙和飙高是不会令婴儿发烧的 不过婴儿飙高和出牙的时间 就是刚好他成长 即是去摸索的阶段 这个年纪的婴儿就最容易病 即是三岁以下 所以就好像说出牙 发烧感其实是这么巧的 听完沈医生所说的 发烧不能够忽视 因为可能真的患上脑膜炎 或者更严重的 有脑膜炎相求菌 这个菌其实是一种什么病菌 是不是在我们四周围都有 虽然在香港又不算很多 但是我们都会见过 脑膜炎相求菌引起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 已经有机会接触到 或者我们经过人传人传播 因为始终有些人带了些菌 而我们根本上在他身上 没有任何病征 但是去到某些人的时候 可能他抵抗你弱点 或者刚好不幸 那就有机会走入血 走入路引起一些问题 传播途径是怎样的 是不是好像我们现在常说 你预防肺炎 就是因为有些飞没传播 所以要洗手洗手 干净一点戴口罩 如果这种菌 是不是都是那些 飞没传播 是呀 都是飞没传播 不过你知道 飞没传播 也有分一些传播力强一点 一些传播力弱一点 这种脑膜炎相求菌 我们说是传播力比较强一点的 所以如果真的不幸 有个人中了招的话 其实他身边的人 都要吃点药去预防 真的不幸中了招 那他的病征是怎样的 那就看看脑膜炎相求菌 有多影响那个人 其实主要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刚才说的 脑膜炎相求菌 当然是上脑膜 就是脑膜炎的征状 例如发烧不退 个人很累 可能不停嘔吐 吃不到东西 如果一些小的孩子 他们的脑筍未生 就可能脑膜炎会胀 因为脑额高了 真的会有脑膜未生 我经常以为是俗语 你不懂想脑膜未生 但是在生理上真的有 真的有 真的有 其实我们说的 很小的孩子 其实他的脑膜真的未生 因为其实有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说 他经过产度的时候 其实孩子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夹着头 如果你没有空间 让个位置走的时候 就很容易夹着头 另外一件事 出生后 是半空区 是的 他的脑要空间去发展 去发育 所以在两岁之前 其实的确有很多孩子 是脑水未生 到18个月左右 就慢慢会生 当然也是这群 这么小的孩子 比较大机会 比较令人担心 如果出现一些脑膜炎 或者脑膜炎相求菌的病症 这些就要很小心 脑膜炎固然有机会影响脑 有机会引起他抽筋 但是如果一只菌是入血的 可能就会弄到全身都是 那人就会出现一些 好像指斑那样的疹 因为其实皮下出血 就像这些这样的 你有些相片带 有些相片看一下 其实皮肤就会有一些 黑点这样 这些就是皮下出血 有时如果有些血块 不正常的血块形成了 走到手指和脚趾 这些手指和脚趾就会黑了 有机会就要做一些 手指的切除手术 这些都挺好 手指都要切齿 是 因为这些位置 如果坏死了 如果你这些位置 有时如果真的留不住 不弄走它 很影响身体 而且那些菌清不了 就更麻烦 沈医生说 它是会入了血 就不会上脑 上了脑就不会入血 还是说 入了血之后 也会有机会上脑 很多时候一起出现 其实因为很多时候 菌为什么会走到脑 其实都是经过血液带进去 所以这是很担心的一件事 其实我们以前读医 这些菌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些人 小朋友突然有这些黑点 在身上 我们发烧 有时候我们无理 都会看我们先打了抗生素 因为这些小朋友 或者成年人都是 其实死亡率很高 我们说有你无理 你先下了抗生素 杀了菌 之后再慢慢去找个病因 比你有一个体流眼 香港有点不同 因为香港 其实我们生活环境 比较劲逼 我们很快去找到医院 外国有时候 你搞两个三个钟头 才去到医院 那就可以很大事 所以这个病 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这种脑膜炎 因为我们通常都说 小朋友居多 但是是否小朋友的专利 大人会幻想 会的 大人都有机会幻想 其实如果你看回香港的数据 其实老人家都有机会受到感染 所以这个都要小心 其实我们真的有些疫苗 可以预防这些脑膜炎伤球菌 其实家长 甚至乎 脑膜炎伤球菌 其实都可以考虑 那这些黑色的斑点呢 它是会慢慢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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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出现 还是一来就 几粒地在皮肤出现 其实看病多严重 你想想一下这些就是 因为细菌入了血 血原本会自己瘤的 就是它会有机会瘤血的 但是它因为细菌入了血 令到瘤血的功能变化了 一大堆皮下出血 那如果它下了抗生素 菌被消灭 开始好 瘤血功能正常 这些疹就会慢慢消失 刚才你说的死亡率也很高 很高吧 大概是去到多高 其实看看你下抗生素 下不下得快 有些真的很大机会会死 你想想 由细菌入血 又令到你不懂瘤血 又上脑 又上脑 是的 那我们说真的可以 不下抗生素 差不多死了 虽然就很危急 死亡率很高 也要把握黄金时间的治疗 但是刚才沈医生也说到 就是有疫苗 是可以预防脑膜炎 伤球菌的 那究竟这个情况是怎样呢 不如稍后回来 继续去请教沈医生 我们稍后继续招开有条路 接种疫苗之后 不是马上发挥效用的 都要10至14天 之后才可以发挥效用 所以如果家长可以的话 小朋友的情况又许可 尽快带他去打疫苗吧 继续FIT开有条路 刚才请教沈医生 就是关于这个脑膜炎伤球菌 其实如果要医治的话 真的要跟时间竞赛 是的 每分每秒 因为过分一秒 都会是恶化得很快的 那如果真的有一个小朋友 去到你手的时候 他患上这个病的 第一个方法 你刚才就说要打一些抗生素 抗生素 是没错 先维持一条命 命仔重要 没错没错 接着会是怎样呢 是否要吃药呢 其实通常这些小朋友 都差得很快的 那我们通常就 当然你要做一些化验 你才知道他是不是要 就是脑膜炎伤球菌 那去中菌 但是中菌很多时候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很多时候一看表症 如果不妥 就会建议直接下药 那就是包括可能他发烧 有些脑膜炎的症状 或者伸出一些纸斑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黑店那些 师傅教我 就不老等了 你尽快就算没有中菌也好 你也先下抗生素 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研究开始说 如果你这些这么严重的 细菌感染 如果你不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 下到抗生素 其实那人的死亡率 是越来越高的 当然你最好的在医院来说 可以给他盐水 给他氧气 如果有需要用强心药 这些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假设是一个诊所 你什么都没有的 只有抗生素的 先打掉 无理 通常这些案子 你就不会这么快就完老 因为其实通常他都病得很紧要 那我们通常就要和他 拿东西去中菌 如果有脑膜炎 可能我们要照老 另外又可能要做腰椎穿刺 去中菌 最重要是要拿脑膜炎 去中菌和分析 好的话 当然是对抗生素有效的 服完得很快 但当然不是每个都这么幸运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要支援他 除了下药杀菌之外 譬如说我们可能要下药物去调控血压 我们可能要给他一些氧气 另外我们可能要给他盐水 有时候小朋友病得很严重 吃不到东西 我们要给他营养 那就要去支持住他 给时间他的身体去杀菌 给抗生素去帮他杀菌 从而希望他康复 整个治疗过程都应该挺漫长的 因为都很多不同的方位 他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呢 看看你哪个地方受影响 譬如说刚才说脑膜炎 他有机会菌上脑 破坏了你的脑部组织 那你自然有机会 真的叫做烧坏脑 这些就是 譬如说可能读书读得不好 学习有障碍 走路有问题 或者有机会有阳碱症 抽筋病那些 很严重的败血症 休克的 可能菌会走到手手脚脚 或者令到瓊血出了问题 有机会就是烂手指 这些有时就需要可能 如果很不幸的 真的要斩手指 所以很多人会害怕 所以其实我们说 尽快去断脑症 尽快有怀疑就下药 尽快下药 救回病人的机会就大很多 沈医生,你说得这么恐怖 我也有点担心自己的祭祭 现在他未有脑膜炎 但如果不想他幻想脑膜炎 有什么办法呢 是否有疫苗打的 有的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 香港肺炎链球菌 露魔炎伤球菌 月盈狼症患菌 这些其实都有疫苗 可以帮助到小朋友 所以其实我们都跟家长说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担心 而你又可以的 不妨考虑给小朋友早点打疫苗 其实是可以预防到这些病 去到多早可以打呢 我猜难,我们不想小孩子有分一秒的机会 去染上这种菌 那是否越早打越好 一出生就马上去打呢 还是未出生,在鱼的时候要先打 那便不用的 比较早一点 比较早一点的 是的 其实大家也知道两个月大 其实已经有很多针打了 是的 包括这些白猫破伤风 小炎麻痹白咳 肺炎链球菌 如果你私家 甚至会说一下 轮臟病毒 月盈狼感撕汗菌 还有不要忘记 就是月盈肝炎针 十个手指数不完 其实要打卡戒苗 可以其实家长考虑 跟你的CIA医科医生 谈一下哪一个疫苗的计划适合你 但是两个月大才适合打 那不是有两个月的空窗期 家长也可能会很担心 所以其实家长自己要注意 我们常常都好像流感那样 流感针最快最快可以六个月大才打 难道六个月大之前不理他吗 那其实就可以考虑家长自己打心 家长也可以打 可以成年人可以打 那就可以减低他惹到小朋友的机会 我们现在其实那些大妇 可能在生之前就打百日咳针 流感针 其实都是想避免这件事 因为当你先捉乳 捉乳就好一点 妈妈的抗体其实会转给给宝宝 那如果譬如说你打了一些针 你有抗体 那抗体就会有机会转给宝宝 那当然你说 老脑炎相有菌针 怀孕的时候可不可以打呢 其实就值得商榷的 这个就是要跟医生谈的 但是我想是及了保护 但是我儿子已经两岁多了 那会不会失去打针的时间 原来大人也可以打的 可以打的 其实大人打针 或者两岁以上打针 是打少一些针数的 其实都可以考虑的 有逐数的 是怎样分别的 通常就因为那些小孩小 其实他们打的那些针 其实就可能的针数会多一点 有几日针 包括刚才说的 老脑炎相有菌针 肺炎链球菌针 那其实都是说大一点的小朋友 其实就打的针数可以少一点 那我们都要看小朋友 多少大 之前有没有打过这些针 可以跟他教 究竟什么时候去打的针才对的 所以这个可以提到针卡 找医生问 是可以的 做到的 但是最短 我要最有效率的 最快完成整个打针的过程 可以多短 需要数以年计 其实如果都是那样 要看看你何时开始打第一针 两个月大开始打的 那你可能就要打到一岁 两岁开始打 其实就可以早点完 因为你只要打两针 是 保护率也是一样的 譬如大人也好 或者是BB仔也好 打完之后 那个疫苗的覆盖率 或者是对抗到这个伤球菌 那个几率也是一样的 是,很好保护的 都可以的 我想问回头 如果家人里面凸出 其中有一个真的中了这个脑膜炎 那是否他的亲密接触者 家人都需要有些药食 或者要打针 看看你是什么菌引起脑膜炎 如果你是脑膜炎伤球菌的话 其实就要考虑吃一些药物 口服的药物去预防它 但当然如果你说是肺炎典球菌 就未必需要 当然要小心 勤洗手这些一定要做 是,我就在想 需要隔离呢 但如果是BB仔 隔离是一定的技术上很困难 我觉得很难 真的很难 是 譬如说你说新冠肺炎 其实如果小朋友中了 我们很难完全是分开的家长 说真的他不见父母可能会很严重的 是呀 是呀 会哭到惨天 是呀 所以我们听说尽量做 还有香港 说真的一句有几大地方 很多时候家里 其实都是尽量做 而且永远都是勤洗手 不能将人出避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土地问题 往往也有些技术上的困难 那好了 打疫苗的保护性很高 但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呢 要注意 通常又没有什么副作用 我挺好的 我们最常见疫苗副作用 都是发烧 打针的位置红肿 这些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一两天会自己康复的 如果譬如说家长觉得 小朋友发烧都不舒服 痛 可以考虑吃退消药的 其实很多退消药 都有些止痛作用 都会帮到小朋友 那总结来说 预防这一只伤球菌 我估计是这个卫生 都很重要 是一定的 是 譬如家居那方面 怎样注意 或者去一些 我不知道外国的地方 会否有一些地区 是特别多发的 所以去那些地方的时候 之前可能要做足处 准备功夫 是呀是呀 其实我们现在香港 因为那只菌 我们是多了的 那些个案 最近这一年 2019年 我们都发觉是多了这些 老毛炎伤球菌的个案 那在香港来说 就B型是最多的 那如果譬如说 去英美 其实都是BC型最多 那如果你譬如说去旅行 那我觉得又未必需要的 不过如果你说去那里 长期读书 那可能真的值得考虑 打回这些疫苗 因为在那边其实是多一些的 而在英国呢 其实这个老毛炎伤球菌 是纳入他们那个 国家的免疫接种计划里面的 所以如果你譬如去英国 长时间读书的 你要长时间留在那边的 那可能真的值得考虑打回这些疫苗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 那些疫苗的计划 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些不同的 就是内地和香港有些不同 和台湾有些不同 和日本有些不同 和美国有些不同 其实每个地方不同的原因 就是因为会根据当地的病 多流行来决定打什么针 这个病在香港暂时不是很流行 所以就没有放在疫苗计划里面 但如果你说去外国长期读书 其实就值得考虑跟那边打回那些针 要早知道也搜集 但如果想简单一点 当然问一下 二科医生 或者你的家庭医生的意见 好了 今天多谢沈医生 我们下集的 《FIT开有条路》再见 拜拜 今天就会教大家一个动作 叫前傾蛙船 是训练我们背部的肌肉 好 首先我们两个手都是拿着水樽 然后上身微微倾前 挺胸收腹 脚微曲 好 然后我们拿着水樽 向后拉 大概90度的位置 上去的时候 我们要夹起背部 上的时候呼气 下的时候吸气 是挺胸收腹的 你会感受到 你的背部肌肉有压力 那就对了 我建议大家 每天做15下为一组 做三组就可以了 我建议大家的 请不吝点赞 做15下集 你会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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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的颜色 你会感受到 那一组的颜色 你会感受到 你会感受到